大家好 我是凡凡 本来之前啊想做一道那个凉拌土豆丝 结果我发现啊 做一道那个热拌土豆丝更好吃 所以呢今天就做一个热拌土豆丝 半个土豆就够了 新煮饭 把这个水也把它操掉了 不然的话煮饭就有要的杂硬 然后把这个土豆丝皮削一下 看一下半个土豆可以切成多少丝 好像这半个土豆有点小啊不够 所以等一下还要继续切一点 把这个土豆再切个三分之一下来 差不多了 好了继续切土豆丝啊 还有这个辣椒不能少呀 放一个这个青椒就可以了 把它切成丝 我们苗拌菜经常吃 但是热拌菜的话估计很少是吧 什么这些热拌菜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土豆还有这个青椒呀 放在这个开水里面 煮个几分钟 然后再刨出来 这些凉拌 好了 现在这个水开了 这个不要煮的太熟了 太熟了的话就没那么好吃了 因为没那么脆 把这个捞出来 哇好烫呀 这个菜还是烫的 那么现在呢 就是最后一道工具了 就是热拌 这个热拌非常的简单 就是放一点这个老干嘛 这个鸡油辣椒 放点鸡精 放点盐 然后再放点这个 毛油 这上面全部都是这个油 倒一点 这个不要太多了 可以可以的 根据这个菜量来放 然后就是放这个老干嘛 鸡油 可以的 放点鸡精 这不要放太多了 放点盐 放这么多就可以了 好了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就可以吃了 这个菜 搅拌好以后啊 有的是我们老家那个 麻辣菜 好了 这个肉麻菜就 搅拌好了 开吃 嗯 嗯 嗯